开始 WF武林峰环球全王政华赛 走进安徽淮宾 男子八经级的比赛开始了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要窄入历史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坐在我旁边的王凤祥 曾经在武林峰创架过29连胜 而今天的方便参加29连胜 今天如果在第三场比赛获胜的话 将打破你的记录 我觉得记录就是跟后来人破的 我觉得其实记录并不是目的 我们传承的是一种精神 对吧 然后我觉得胜败 我觉得并不是那么重要 包括结果多少连长胜都没关系 我觉得只要是我们传承一种精神 我觉得所以说不要看得太重 好 刚才 我们常采办这个毛轻宇 对于方便进行了口头的这个劝告 因为你接着的摔只能什么 说接着一拳一腿 或者用挑摔可以向镜上 给它抱起来那么高 给砸底啊 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对这个方便进行了口头的这个警告 因为今天方便的对手呢 是袁太拳皇 在十年前是非常厉害的 获得过伦皮尼全场的136磅的冠军呢 这个经验是非常丰富 经验非常非常丰富 对 但是方便也是一位非常的 这个富有经验的优秀选手 况且呢非常的冷静 所以说两位可谓说是老将啊 在这台上我觉得 彼得应该是除了这种技术之外 除了这种这个体能之外 我觉得彼得还是一种经验 都非常的有实力 非常的有经验 这个威县拆被激怒了 他说我高边腿你能够接腿摔 你接我再来一提 转身后登了 你看两个拳手都非常的冷静 今天这个方便第三场比赛 虽然碰到了老拳王威县拆 但是方便绝对不能想 他比赛现在也太丰富了 他打过395场比赛 你想想 是的 而且他很会抓机会 他现在也有方便出动作 打反击 让你出动作 让你出动作 因为这个文贤拆的打法和 太拳王莎加拉克不一样 对 他没有那么那个盲目 很沉稳 刚好两位选手 他的风格其实很像的 都是比较沉稳的 比较有战略的 比较有思路的选手 所以说两位沉稳到一块去了 看比谁沉稳 走 走 快 你倒计时 第一 先到 我感觉今天这个第一回合比赛里面 这个方面还是打得过于有点沉稳 毕竟是三场比赛 他要打破你的记录 他不是轻易地 如果Q不了对手 我还是要稳着打 是的 打得比较稳 二六考量 加油 加油 快 观众朋友们 中国勇士方面同泰拳王 威杰拳的比赛第二回开始了 这是中国勇士方面的第三十场比赛 这场比赛如果他获胜的话 将打破王龙湘二十多场连胜的纪录 在赛前和龙湘还说 你还记得你那场比赛吗 中国那场比赛 他说我还记得了 二十九年十个的十号 当然我印象非常地深刻 继续游戏 往场台报 毛季宇再给这个威杰拳请股票 刚才是方便利己后手去重拳 把他打雷 对 还是有杀伤力的 有杀伤力 在第一回合里面 我们也说今天这个方面毕竟是三场比赛 他就绝对心里想胜这场比赛 而且要以漂亮的中击对手 所以说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所以说不能看中这些东西 对 一定要放下这种包袱 尽管在第二回合里面 方面重击过威杰拳 大压力盲目的进攻 盲目的我就是冲上去猛打猛打 就要击你 他没有 所以他还是比较谨慎的 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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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现在观众朋友也给方面还要主动进攻 但方面绝对不会那么麻木 绝对不会那么麻木 要防威杰拳的两个戏 对 因为那个泰国的选手普遍的拳法上和我们中方选手相比较来说出一定的劣势 所以说方面的优势还是在于拳 对 他的几级重拳还是很有优势的 现在我都看到有的观众是把他的上衣都脱掉再给方便喊一下 让他出动作打打 但是这个吴建坦也知道我要拼拳肯定不是方便的对手 我要利用我这个高边腿 是吧 是 你近身的时候我能不能洗把衣 现在方面 你看这不麻木 今天方面也要 你要对手出动作 你出动作我拳法能能打出来 用我后者的重拳才能发挥我的威力 今天方面真是太谨慎 小心翼翼 太小心翼翼了 毕竟你在三场那场比赛球 我们所有人认为你的那场比赛能够击莱斯特 扑特太凶了 扑特太凶 结果那场 一天空几败 也导致了 怎么过一般的拳捏伤心落泪 我觉得这种体育是这样子 英雄不知不败 而是永不放弃 我觉得这是主要的 我觉得至于多少场记录 多少场不败 谁追平时 我说这都 不要太看重这些东西 我们一直也在讲究的是一种精神 一种传承 一种正能量 所以说英雄不知不败 而是永不放弃 我因为我们有次进行 一个去 两参一打 十二 tak了 这个时候 我听到这个方便的助理 方便激了 给他说 你要放开放开 把这场比赛的胜负标看太重 不要被人包裹那么前重 放开打 放开打 是的 是的 因为我和这个洪翔 在解决这场比赛里 也看到今天的方便 其实压力挺大 他也知道这场比赛的胜负 对他有什么重要 其实每一场比赛都很重要 但每一场比赛呢 都会全力以赴就好 所以说这种心态要放开 刚才方面的一个转车的后灯 现在还要逼进去 第一场 出过 出低扫要扫入对方 让对方的拳打来 他才能够直接能推进攻上去 对方还要反击 出快 是吧 要知道这个危险才行32 真的很快 这么胖 还有这么灵活的动作 真的是很难得 一 二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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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方面应该要把节奏带起来 主动进入对 一拳就踢上去一拳 踢上去 对 是的 把节奏带起来 好 好 好 他就想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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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想以完美的胜利 准备这场比赛 他就想准备这个现场 因为出的力量 用在这个扣手中拳上 是的 是的 这 三 二 你看 准备 你看 准备 你看 准备 确实看 如果说看两个 双方的实力 确实应该是以球 结束的 对 实力还是有 宣出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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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观众方都讲 这个方面第三场比赛 准备对手 准备 这方面也是谅想的 你看 他这后手的重拳 多么重 再来 瞄准了 他打上就打不上我 今天对 今天出现了两场这样的比赛 看似这个实力选手很大 但就是KO不了 对吧 因为他我只防守了 我不进攻了 你怎么KO 就是不给你KO的这种机会 不给你KO的这种距离 不给你KO的这种空档 我只是保证不被KO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种比赛呢 我也会尽量出现 然后呢 其实看似这个两个选手的 实力选手很大 但是就是KO不了 今天这个维赛赛说 你想KO我那也不容易 我就靠着围绳 你打我打我 是的 我把头防好 你想给我 防着你扣着的这个直拳 重拳就行了 是的 这场比赛的胜负 已经没有任何的权劲 肯定方便会赢得 他第三场比赛的胜利 没有任何的权劲 只是现在后面想KO这种 在准长方式 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了 好 比赛结束了 好 比赛结束了 好 比赛结束了 方便有点准备 我没准备 他挺准备的 对不对 我怎么没有准备他呢 这是方便的第三十场比赛 这两比赛结果宣布之后 WRW世界自由国际理事会 一个全新的记录就诞生了 也许诞生了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参观员30比26 二号参观员30比26 三号参观员30比27 比赛结果红方胜 方便30连胜